中山高速公路是台湾第一条国道 1978年通车 全长372.7公里 1970年动工兴建时 军方计划人员考量地理位置等需要 选择中山高五处作为战备跑道 分别是中立、花坛、民雄、麻豆、仁德 及屏东县加东镇的一条普通公路 2004年7月 高速公路通车后 军方第一次在仁德进行演习 只有幻象战机参与 这是台湾最重的战机 如果仁德段能承受这股压力 就能承受其他较轻的机型 麻豆是第三次的战备道演习 将展示台湾的新一代战机 那就是IDF幻象2000跟F16 每种机型各会派出两架 总共有六架战机 第一次在这里起降 这个演练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SOP 我们空军每年都会做精进跟修订 也建立出一套非常完整的SOP 所以说只要战争一起动 所有的装备 所有的飞机 所有的人员动员 都已经可以完成整备 根据作业规定 空军第443连队在接获命令后 需在六小时内完成战备道开放作业 演习时间预计从清晨四点开始进行六个小时 到了早上十点 高速公路会恢复通行 但是计划官兼第443连队的参谋长 高中邦上晓知道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那条不是我的资产 影响的是区域交通 甚至生活 而且如果发生意外 那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 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一个不好的结果 可能也会影响到后续战备道的一个政策 一年一度的汉光联合军事演习 目的在于磨练各军种作战策略以及技巧 这次演习设想的状况是 台湾各空军基地的跑道 被导弹炸毁 飞行员必须降落战机 加油挂弹后 再重新起飞实行任务 演习的时候 他们必须在不寻常的状态下 遵循标准程序 逐步完成各项作业 飞行员检查 台南基地 空军第443连队 距离马斗约30公里 443连队使用的是IDF战机 主要任务以制空作战为主 在南台湾的空防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台南以外 新竹跟花莲的空军联队也将参与演练 负负责筹备的443连队 只有53天可以做好准备 为了经常保有抢救能量 443连队机型大队 调派了30辆车 及70几位工作人员 在基地西跑道上抓紧时间 演练飞机需需抢救 因为时间蛮赶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空间 可以再去做调整 我想这是我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挑战